目前显示素描有两种主流的绘画体系 第一种是从文艺复兴达芬奇开始的 专门为故事插图创作作准备的手稿图 这是接到订单以后为大型的作品创作的草图 也是和甲方协商创作思路的一种手段 有时候他还会用来记录创作者脑海心中的一些想法 可能是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大型建筑 又或者是脑海中虚构的某个想象世界 仓促之下也用来做记录 记录自己看到的种植物 在没有照相机的年代里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收集图像素材的手段 相信大家通过刚才达芬奇一张又一张的草图 已经感受到了 素描在他手上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记录工具 在某种程度上 这就是他脑海中的想法 和现实中看到的一切图像的草图打印机 这种方式记录的不是真实的景色 也不是黑白的效果 而是线条为和的各种图形符号 这是一团代码 也是一种压缩包 当他想要正式把这个想法扩展变成一幅作品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根据这个想法解压文件 相信大家看懂了 这是一个完全为创作表达而服务的素描 它是创作的过程之一 只要你还是在用手绘的方式来创作 具有写实效果的图像 那么你就会需要这种素描 今天我们看到的游戏插画师 图书插画师 概念设计师 角色设计师 产品设计师 建筑设计师 武器设计师 等等各种和创作设计相关的画师们 他们所使用的素描 就都是达芬奇素描体系的延续或变种 那个时候给达芬奇这样的画师发布订单的主要是教皇 在那之后 金主爸爸多了一些 主要是一些国王们开始歌颂自己的祖先 或者自己本人的丰功伟绩 于是委托各种画师画历史题材画 在这个方向上 后来的新古典主义领袖大卫和安格尔就做得非常好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新兴权贵和工商阶级开始兴起 另一种绘画需求越来越庞大 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给自己留下一幅肖像记录 可能是成年的时候 也可能是结婚的时候 或者是自己功成名就的时候 这个需求量太大了 就是跟我们现在拍照一样 没错 最早研究出照相机的人 其实就是画肖像的画师们 他们一直在希望有一种方法 能够帮助自己把客户的肖像画得更准确 同时越省力越好 照相机本质上就是肖像化体系的延续 是叠加生产力技术进步以后最终的质变结果 在大卫霍克尼隐秘的知识里面 介绍了一系列画家使用各种类型的突透镜或凹透镜 制造暗箱来帮助自己 把眼前所见的肖像像投影一样投射到画布上 然后用线条来描的各种作弊技巧 那其实就是照相机的前身 这张图可以向你揭示这个道具的进化过程 所以在文艺复兴前期 一大堆人画画都还是这种样子的时候 欧洲北边突然有一群变态 就把画画弄得逼真到这种程度了 乔尔乔内 安东尼斯莫尔 安东尼凡代克 乔瓦尼 巴蒂斯塔 莫罗尼 阿格诺罗 布朗奇诺 丢勒 荷尔 拜因 维米尔 太多了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是的 他们全都默默地使用了这些技巧 而且从来没有任何文献记载中 大肆宣扬过这些东西 这必须得是隐秘的知识 因为这就是行业机密 就像茅台和老干妈密布外传的配方 如果大家都会 那他怎么和别人拉开距离 那他怎么垄断这数字不尽的肖像订单 感受到了行业赤裸裸的敌意和生存危机 一些不明就里的天才误以为 他们真的是徒手化的 于是他们开始苦心专研 现场写声 画出写实效果的那种技巧 试图和这群开挂选手一较高低 没想到还真让他们专研出来了 卢本斯 伦伯朗 韦拉斯开治 安格尔 萨金特 就是这群天才里面的佼佼者 他们画得又快又准 可以把他们理解为 那个时代最顶尖的肖像摄影师 无数权贵名流都期待自己 能够拥有他们所画的肖像画 想请他们画画的人得排队排很久 照相机刚出来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取代他们 直到彩摄像机完善 摄影技术发展了近一百年以后 摄影师才终于完全抢来了这个市场需求 这群绘画天才们开发了一系列的绘画技巧 使得绘画从隐秘的知识 变成了阳光之下人人崇拜的技术 这就是几百年来西方传统美术学院 他们在学校里要交给学生的东西 但那个时候直接上来学油画 还是太难太贵了 出学者不配啊 太浪费钱了 于是他们开发了一套完善的素描体系 他们用铅锤线 网格法 铅笔等各种工具来教导学生们 如何进行轮廓的定位测量 这些方法在19世纪末的经典素描教程 巴尔格素描里面 都有简略的介绍 尤其是网格法 简单粗暴 许多大师一直都在使用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一直都有 包括一些明明能够徒手画出来的大师 为了效率和准确性 也会经常用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20世纪 一些大师们用网格法复刻照片的手稿 为了减少观察的误差 巴尔格那些学员派体系下的老师们 在教学中还会使用等大观察法 用单一光源控制光线变化 减少造型难度和刻画成本 因为这样子暗面的颜色会变化减弱很多 现在摄影师和游戏打光丝 往往还会在暗面里面进行各种补光 让颜色看起来更通透 但是从绘画的角度来说 这可就麻烦了 总之能够把这些方法用好 你就能够出来当大师的助手 帮老师画一部分细节手稿 或者出去接商单 给别人画一点简单的肖像画了 但这种方法可能效率会比较低 后来这套教学方法传到了苏联 演变了越来越精致系统和复杂 甚至设计了许多专门的教学道具题材 它们脱胎于真实物体 是一种极度抽象的存在 比如石膏几何体 画到后面 甚至还要学非常复杂具体的艺术解剖学 这种解剖绘画并不是完全真实的人体效果 而是对骨骼和肌肉进行几何化提炼以后的表达 其实苏联研发的这一套树描教学 更多的是为创作而服务的 这个时候苏联的很多画家 从学校毕业以后主要任职于画院 为国家描绘各种历史题材歌颂人民 他们想描绘的很多场景 是曾经死去的红军 被压迫的百姓 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英雄 那都是现在肉眼看不到的过去 所以需要一定的创造想象能力 你要想在清醒的时候 脑海里直接生成一个非常具体精致的图像 那是很难的 绝大部分人都做不到 哪怕你现在有建模软件也很难 所以当下的很多概念设计师 仍然是在创作时 用大的几何体体块把它想要的场景布置好 然后再在上面逐渐构建细节 这是一种推理过程 幻想自己脑海里有了想法 只要学会了绘画技巧 就能把他们画出来的那些人 这是对绘画创作的一个巨大误会 真实的图像构建过程 是一种不断生成 不断推理的过程 美国的伯里曼 路米斯和苏年的契士恰科夫 就把这种方法系统化了 在难度更高的人体里面 他们把这套逻辑初步讲清楚了 先定位比例 然后用几何体搭建人体模块 再逐渐将它还原成更写实逼真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不少的角色概念设计师 画人时也是一种类似的过程 这其实就是达芬奇那种 以故事图像创作为目标的 素描体系的一种延续 他们是在人体上面进行了系统迭代和总结 这也是整个西方人体美学的具象表达 这就是第一套素描体系的脉络过程 这条脉络并不是完整传承下来的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美院都进行了各种变形和改造 很多时候留下来的不少方法甚至是残缺 他们只留下了部分的训练 却没有把背后的原理和目的解释清楚 我花了很多年学习绘画技术词 观看过去的文本文献 甚至为此学习了一部分文献考据的方法 这在我自己以前画画的时候 是根本不会去了解的东西 经过自己的实践和反复考据 我把这些绘画方法 在我的素描基础课和人体课里面 高度总结体验了出来 当然也结合了现代绘画的实际情况 进行了一部分改造 经过去绘画系统中的很多教学方法 它是有其时代要求和限制的 我们不能盲目的学习和继承 古法和传统 不一定就是正确到不可改动的东西 还是要结合时代的实际需求 那么在我的素描基础课里 我采用了古典绘画里面的经典教材 巴尔格的示范 以他们的作品为样本 把那些能够把轮廓画准的观察方法 系统的梳理了出来 从简单的网格开始 到后面的十字辅助线 再到后面不需要网格 在我们一张又一张的示范讲解和作业练习中 你将逐步掌握西方古典写实绘画的观察技巧 它们当然不完全是那个时候的观察技巧 我还把当下的一些新的观察方法也融入了进来 这套训练的核心目标 不是让你画出这些精致的石膏效果 而是通过描绘它们 你能够把自己的观察能力 锻炼到一种很准确的程度 学完之后 你就能够准确地判断比例和位置 看到一张图像 你就能够把它轮廓比较精确地描绘出来了 这是写实绘画最基础的核心基本功 你能够看得准确才能画得准确 初学者学好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你是一个已经学画很多年的人 那么你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需要这种东西呢 那就是你发现 无论在写生还是画照片时 你怎么画都画不准画不像 那就可以考虑来学一学 这说明你过去可能学了很多种画画的套路和技巧 掌握了一种看上去像模像样的作画过程 能画出一些看上去差不多的结果 但却总是不能够达到一种准确的效果 之前总有一些这样的资深爱好者 或者专业者向我咨询过类似的问题 经过反复的交流和对他们作画过程的总结 我发现其实就是基本的比例位置判断能力 没有系统训练过 那个时候习得的观察方法和习惯 是以一种粗糙的本能状态在使用的 这是很正常的 在我系统研究绘画教学之前 我自己的很多绘画方法也是一种比较朦胧的状态 所以如果有一些观众你和我一样 现在或将来想要教学生画画 想要让他们快速的掌握良好的写实技巧 但你又不知道怎么教 那也非常欢迎你来学这个课程 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教学的心得 彼此之间也能获得更多的成长 八年来我们一直在持续探索设计适合小白的基础课 我试过很多种方案和效果 经历了几十个版本的尝试 才构建出来现在这个方案 关于这15节课的内容 在之前的这个视频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但是光做好内容还不够 这仅仅是做好课程的第一步 做一门课并不是说把知识说出来就足够了 我们还要做出与视频相匹配的 优化的观看体验和作业设计 需要持续的迭代 他们的本质都是优化学生的学习体验 比如最近这一年我们又做了一些优化 相比于去年 我们为每节课都配备了导读和知识点总结 方便你看完的时候更好的梳理消化知识 而且经过这些年的积累 在常年大量的课后指导和解答中 我们把各种问题作业和优秀作业 都进行了精致的筛选点评 选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你能够在这里面看到更多技巧上常见的误差和问题 这么做下来 实际体验是同学们的学习体验更加流畅舒服了 提交上来的练习明显更优质了一些 目前已经基本上能够做到都能学好学会了 这也是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你们现在看到的不是我精心筛选的作业 这就是普遍效果 这套学完你就入门了 但你想像那些高手一样 可以轻松的把人体画出来 用几合体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 对人体进行重新再造和设计 那么你可以选择来学这个人体课 这就是伯里曼·路米斯的美式人体和苏联人体教学系统中一直在教的东西 我把这个学习过程系统化的分解成了四个阶段 想带着你从里面了解关键的解剖知识 默画比例模型 到最后画出这些古典人体素描 你将完整体验这种逻辑思维和学习过程 也将系统的感受到这种以线条体系为主导的人体美感 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 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教学难度很高的课程 我花了很多年才把里面的东西搞清楚 更具体的介绍 在之前这个视频里面有讲解 根据我之前的教学经验 你想要学好这个课程 还需要一些其他的能力 所以我们还设计了三门赠送的选修课 他们是你前往这个立体想象世界的前置能力训练 首先就是这个透视和光影 注意这个光影不是教你如何打光的光影 而是在透视的基础上延续了一种阴影面积的推算逻辑 它是达芬奇那个时代无数画家的心血凝结 这套训练的本质不是教你如何把透视画到十分精确 而是让你在这个推理描绘的过程中 锻炼出空间想象能力 使得你的脑海里就像有一个3D建模软件一样 能够实时建模 过去线下传统素描教学 总是让大家先去画几合体 其实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只不过许多人已经忘了这个设计的原因了 因为在几合体上 你可以描绘基本的透视 还能够锻炼一部分排线控制能力 听上去是还不错的 似乎是一个很适合初学者来画的东西 我从小就是这么画过来的 太枯燥了 成就感很低 这个东西看上去简单 实际上并不容易 它特别容易让初学者产生一种错觉 我怎么这么垃圾 连个几合体都不会画 实际上这再正常不过了 这种方法是在法国开始初步出现 在苏联成型的一套教学体系 但每一种教学体系的出现 都有其时代背景原因 那个时候很多学画画的人 不像我们现在这样 是出于爱好喜欢来系统的学习的 他们是像学徒一样 直接被安排到了这个行业里面 已经一辈子注定就要在这条赛道上了 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所以那些人能够忍受这种训练的折磨 即使有些老师完全不向他们解释原因 甚至不示范绘画方法 对他们进行一些封建时代的人格侮辱 他们也能够忍受 但这并不是我的教学理念 我的学生大部分是兴趣爱好者 我希望大部分爱好者 不被这种折磨阻挡在门外 所以在我的课程设计中 我把这一部分内容 从传统的基础定义中抽练了出来 把它变成了一种专门的透视训练 这样目的要纯粹很多 能够把透视练习得更好 为什么要用一种取得的方式来学习透视呢 这样并不能把透视讲得很明白 学生们到头来还是要重新学透视的 所以我们直接来学不就完了吗 而且实际情况是 即使你不学透视 很多时候你也能画出眼前看到的东西 透视并不是每个学画画的人 都必须学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想要画出脑海中想象的世界 能够拥有推理能力 那这个就是一切写实绘画推理的开始 已经完成了基础课的学生 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根据自己的需要 选择要不要继续挑战这个课程 这是曾经一个学生 用小王子的故事告诉我的道理 他跟我说 你不能一开始就把那么多 你认为必要却很难的东西 放在入门课里 要像小王子和玫瑰一样 当小王子为玫瑰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 浇了很多次学以后 他就会主动继续愿意付出努力来保护它 所以像小王子一样 你们这个时候再去学透视 就已经拥有了更自信的能力了 所以透视的恐惧和困难会下降很多 透视学完之后继续学光影 这两个课其实本质上是一个 它们都是透视的一部分 学完了光影 你才算真正理解了透视的复杂性 这个时候你的脑海里已经初步能够建模了 这种能力不知不觉就出来了 你对空间感变得敏感了起来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 我高中学数学的时候 所有的几何体答案都是一眼看出来的 根本不用算 所以那个时候我最苦恼的就是证明过程 我咨询过一部分和我一样从小学画画的人 他们当时在数学题中的体验和我也很类似 学完透视 接下来你就可以来学学这个人体线条练习课了 这是专门为学习人体的学生 而准备的一种专项能力训练 你会知道弧线和椭圆怎么画 以及为什么要这么画 背后有什么美学思考 线条的种类和它背后所对应的时代需求是什么 练完这个再来画人体绘画 你的线条控制能力会上一个台阶 之前画起来有点困难的东西 现在画起来就会轻松一些了 把基础和人体以及这三门选球课都学完 你就基本上掌握了人类历史上 这种第一套完整的数秒体系了 这曾经是很多学徒在美院里面要花七八年时间才能系统掌握的东西 在那之后 你是想要继续画写实的人物绘画 还是想成为角色设计师 漫画家 那都是你有能力可以选择的东西了 因为你已经初步有能力去画画了 但是具体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那要在不同的职业对应的培训课里面去学 这种创作题材的技巧和方法 其实是一门非常新的学科 即使是以前在美院里面也教得非常模糊 它随着现代概念设计行业的兴起 还慢慢的开始有了一点体系感 但是我个人精力有限 这部分课程目前还没有开发完 我也是去年十月份才终于把人体课制作完成的 不过在以后的人生中 我还会陆续的把各种创作类的课程给逐步开发完善 我毕生的心愿之一 就是把绘画变成一门不那么玄学的学科 不一定能做得到 但我会尽力来尝试 接下来说回素描 刚才聊的一直都是第一种体系方法 那么第二种体系方法是什么呢 其实是脱胎于油画的写生体系 如果你有认真的画过油画 或者了解过相关历史 你就会发现很多风景画和肖像画大师 他在起稿阶段是不画现稿的 画画时往往是一堆色块直接往上涂抹 画的画的就在这个朦胧而模糊的色块中 逐渐构建起了清晰而写实的面貌 很多擅长写生的油画高手都惊于此道 因为对他们来说 画现稿是一个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而且用惯了油画笔刷的他们 很难再适应铅笔画线条了 这就是传统素描中 写生方法中的那一部分技术 和实际油画写生时的割裂感 当电脑绘画兴起以后 手绘版这个工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画线条的手感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逐渐有一部分人 用里面的喷枪笔刷和油画笔刷 直接画黑白底稿 从草图到最后的完成效果 都是用这种色块笔出来完成的 这是在商业实践中 逐渐总结出来的高效方法 而一部分紧随时代的素描高手 也在他们的实践中初步探索出来一部分效果 他们用探条和手指进行了一部分模拟 传统的素描画线条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工具是铅笔 所以我们在许多年前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想让素描的写生方法 像油画和板绘一样高效准确 从而减少从素描到色彩工具体验的割裂感 那就要放弃铅笔 用一种能够进行大面积涂抹的工具来画画 经过多次尝试和学习 实验了很多种材料 我们终于找到了研究方向 那就是把化妆工具中的海绵蛋和眼影棒引入进来 并且委托工厂开发制作了这种专门用来沾取画画的碳粉 幸运的是学者学生越来越多 这个方法也逐渐传播开来 当时工厂特供给我们的这个绘画材料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工具了 这样他们也就不需要用情怀亏本来为我们生产这种工具了 人像的教学和基础课也是一样的 是持续了八年以上的版本的迭代的教学 才有了今天这套色块画法的人像教学 实际上这个画法能画出绝大部分现实景色和物体 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绘画方法 只是出于大家的普遍需求和认知 我们选取了人像作为传递这套方法的主体 所以你可以在这套课程的前面的作业中 看到风景和各种其他质感的题材训练 毕竟用线条去概括世界是一种很抽象的体验 直接用色块去模拟 是一种更接近肉眼似死的状态 这种方法同时完成了颜色和形状的判断 这是它能够高效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需要你掌握一系列新工具的使用方法 以及对应的作画思路步骤 经过系统的训练 你就能够把看到的人像描绘到非常真实细腻的程度 无论是基础课还是人像课 在我们的毕业作品设计中 最后这张作品都是没有老师示范的 是让学生自己独立完成的作业 只要方法掌握得当 经过时间训练你们都可以画得出来 这就是目前两种素描体系 如果你脑海里有一种认知 叫做素描是绘画的基础 那这些年我们已经把这种基础性的素描 初步开发完毕了 你可以把这套体系的内容 看成是我们过去八年的心血绝经 也是我过去许多年 素描绘画学习和教学经验的总结 但这并不是目前素描体系的全部 因为这两种体系都是为写实绘画服务的 如果你想画的绘画是一种类似这种图片的儿童插画 或者说像这样子偏抽象的绘画 那么你就不需要学这种素描 因为它们不是同一个体系的东西 写实素描是以客观世界为主导 倾向于还原现实效果的绘画体系 主观情绪体验是有的 但它不是主导地位 写实绘画的情绪表达是含蓄而克制的 想要让自己情绪中那些比较剧烈和极端的成分 能够在绘画中被表现出来 它就需要牺牲一部分写实的效果 拉开和现实的距离 但由于这种绘画兴起的时间很晚 很多创作逻辑都比较模糊 充满了因人而异的困难 很少有人为他们开发相关的基础教学 只有素描的诀窍和尼克莱黛斯的素描进阶教程 有初步的论述相关学习逻辑 这些素描告诉你要以你的感受为主 来让你描绘一种情绪相对强烈的线条 这个难度蛮大的 我目前的能力仍然没有把握来开发相关的课程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做不出来了 有这部分需求的粉丝和观众们 就需要你自己来努力探索了 以上就是素描体系的介绍 这是对于我现有素描课程的一个关系总结 之前也老有学生问 老师我先学哪个 后学哪个比较好一些 这些课程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学这些素描又有什么作用 现在我用这个视频做了一个系统的回答了 相信能够初步说清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以及我们开发这套课程背后的一些思考 那么有想要学习写实绘画 想要打好绘画基础的 非常欢迎来跟我学习 可以扫码来加我好友咨询课程 至于那些和我一样喜欢自学的人 我之前在另一个视频中 把这些体系中的一些关键书籍都推荐了 需要的同学可以自行购买观看 不过里面相当一部分书 在我推荐完以后好像卖完了 我去搜索的时候价格上涨了很多 有一些无良的二手商在炒价格 再给我一段时间 等我找到一部分替代评以后 我会把这个视频重新做一遍 现在买不到的可以先不买 最后感谢你们看到这里 我是喜欢分享绘画问题和知识的维维老师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